另外带您关心台铁泰鲁格号408次列车的事过一案 华联地检署在侦办的过程中 是发现了台铁局华联公务团潘信工程师 及专案管理公司的郭信经理 涉及过失致死以及未造文书的这个罪嫌 因此在19号是追加起诉两人 使得全案是一共有6人遭到检方提起公诉 华联地检署侦办台铁泰鲁格号408列次事故 台铁局华联公务团潘信主办工程师 涉犯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罪嫌 委托专案管理技术服务公司的郭信专案经理 也涉犯过失致死罪嫌 地检署侦查终结最佳起诉 台铁局华联公务团指派潘信员工担任主办工程师 与专案管理公司的这位郭信专案经理 两位都是二级评管单位 对于本案工程的工地安全卫生事项 包括工区进出的管制 以及职业安全卫生事项 都负有监督以及稽查的责任 依照法令契约的相关规定 在施工期间 包括停工期间 都应该要严格的去管制工区进出 人车的进出都要严加管制 如果没有经过许可 是不可以进入工区 那此外就是在这个工区内的既有道路 都应该要铺设沥清混凝土 并且去设置安全的防护措施 避免有物品掉落到轨道 而影响到铁路的行车安全 那潘信的主办工程师 以及这位郭信的专案经理 实际上都有多次的前往现场 去做督导以及稽核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工区的出入口管制不足 而且也知道车辆 机具材料及人员 如果要进到工区里面去施工 必须要走那条既有道路的弯道 但是这条既有道路并没有铺设沥清混凝土 那这条弯道只有天然的沙土 是没有止滑的效果 那这条弯道它的转弯之后 是紧接着一个急降坡的下坡的路段 那这条弯道是紧邻着东正线的轨道 那在弯道的下方和边坡之间又有高低差 所以潘信的主办工程师 以及这位郭信的专案经理 他们理当要知道 大型的车辆跟机具 在走这条既有道路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路面过滑 或者是弯道过大 可能会熄火 而又滚落到 翻落到铁道的这些危险 甚至潘信的这位主办工程师 在110年的1月23号 已经有发掘 有另外一台混凝土御办车 在同样的道路 同样的弯道 因为这个路面的缺失 有轮胎卡在边坡 而熄火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位潘信的主办工程师 他更应该要预见 大型的车辆跟机具 在行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可能会因为路面的缺失 而有滚落边坡的情形 这个专案从110节4月16号 先就直接造势导致事故的犯罪 事实提起公诉之后 地检署积极传信相关人员 调取并延期本案的工程设计监照 施工专案管理等完整资料 并含寻主管机关及鉴定 全案侦查终结 追加起诉 而其间商者也向地检署提出告诉 都已经查明 并且已请台湾花莲地方法院 并按审理 这起事故造成49个人罹难 多达200多位的乘客受伤 后续地检署会违请犯罪人被害 保护协会各地分会 针对罹难者家属和伤者需求 持续提供法律咨询 经济、医疗、心理智商辅导 等各方面的关怀照护 大花莲新闻 总和报道